歡迎收看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 不上桌 這一集應該很多人都有同感 是 我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遇到退校園 對 我碰過最離奇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公園 然後有一個打扮入食的美少女 走過了 走過了 你就是被美少女疑惑 不由分說 拿出西裝師傅才有那個皮尺 就給我量頭尾 量柏尾 我一直幹嘛 他一直叫我冷靜 量肩寬 量胸尾 量腰尾 我這樣就這樣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他要幫我做西裝 免費幫你做西裝 因為剛剛有很多老人在曬太陽 所以他可能去那裡找一個 可是那個西裝是布出來 還是紙座的 我才知道原來 百宮百葉當中 百宮百葉當中 有一個行業 是什麼 他們真的就是做西裝的 他們主動出擊 對 他幫你量身訂製 為什麼都派美女軍團呢 因為人家常常會買單 對 他幫你量完身材以後 如果你願意的話 然後就簡單的一個 紅色的合約 那個訂單 就簽了以後 大概多少錢 也不會特別貴 大概也就三萬五萬這樣子 然後過了兩個禮拜 他就把西裝送到你們家 還幫你穿 真的還錢 幫你穿 就像瘦一樣 你真的有做 我也常去公園 怎麼都沒有遇過 因為你是女的 他不會找你 我也沒看過阿伯 伯 人家 他們都潛伏在草叢裡面 真的 真的啦 真的就是西裝 我問說 你這樣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他說業績好的時候 一個月十幾二十萬也有 對 他為什麼要潛伏草叢裡面 你這樣講 大家阿伯 什麼都會跑去公園等等 他不是隨便一個阿伯 他要找 他也要找那種 有可能會消費的 有錢的阿伯 但你看起來不會消費 首先 我們不要太認真 他第一 他怎麼會在公園逗留 對 所以他怎麼會公園 你看起來就不好騙騙了 對啊 給他做西裝 大家不要太認真了 我為什麼不能在公園 坐也奇怪 我覺得你這麼忙 你怎麼會在公園 我在拉那個單槓 你在單槓 你被人射 你被人射 他怎麼會運動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不用在想這個事情 我為了證明 下禮拜我把那個 在那邊拍照 我把那個辣妹找來 我們節目現身說法 真的可以 條件 條件就是你們有聽到 男生都給他訂一套西裝 對 可以 你就穿著你爸訂做那一套 來主持節目 我沒有戴一下 戴上 那一套已經燒掉了 燒掉了 他會先燒 他是不是一道雨就化掉了 好煩 好煩 所以你都是 你都是遇到一些 離奇的推銷員 但是在生活中 我們大家都會遇到 很離奇的一些 推銷員的經驗 然後被推銷了以後 我們就莫名其妙花了很多錢 現在購物的推銷員更厲害是 你自己已經被燒到了 然後你問他說 這個包包有沒有 他會說我幫你查一下 然後他遲遲都不回你 對 他都不回你 真的 然後你就每天在 就好像談戀愛一樣 一個男人不回你簡訊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想他在幹嘛 對 他突然間過一個禮拜說 你再問他說 你不是要幫我問那個包包 那個包包怎麼樣 那個包包 只進來一個 可是我覺得 太貴 我覺得他真的是 這個錢賬得太多了 然後你就會說到底多少 然後可能真的就是 你知道每一季都會調漲 他會補一句 沒有 等一下 敢講我敢買 所以他就想說 沒有 他就想說 這個包包現在很難 很難 這個包包已經被別的 你的VIP留了 沒有 然後你就會說 你就會說怎麼樣 是誰 他留 他有沒有付錢 那我現在馬上付 我現在馬上付 我付 這樣子 然後你就發瘋 然後你拿到那個包包 就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你也沒辦法 你也就吞了 就是這樣 你就帶回家了 這個話術很厲害 對 話術很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有 六位腦波弱的 對 我們今天來 歡迎他們 宋哥 嗨 瑪妮 嗨 然後雨柔 來 我們的鄭芸汐 她也聯名代姓 李醫師 小鐘哥 好 欣怡 嗨 小鐘哥怎麼會腦波弱 我腦波真的很弱 你怎麼會 你不是很會算的嗎 對 但是尤其遇到朋友 朋友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這個 20萬 你怎麼可能有 20萬喝酒 很難想像對不對 你不可能啊 你想說花這種錢是 一定是去酒店 對不對 才會花到這麼多錢 結果我是去 瑪莉歐的店 馬哥 對 馬哥之前有開一個吧 音樂園 對 印地 印地很有名的音地 音樂園 你也有去過 瑪莉歐那個爛店20萬可以 整間買下來 真的 瑪莉歐就電話我 他說 宋哥 你來我這邊喝酒 我讓你整個心情好 然後我說我不喝酒 他說你來 我看你失戀很痛苦 我就去那邊 他是八天的 他那個吧 八台多帥 他都幫我調酒 我就一直喝 他的酒很奇怪 不便宜 但是喝不醉 就是酸酸甜甜的 我就一直喝 我每一次 喝了之後又想要吃東西 加一加 我每一次買單 差不多六 七千塊 一個人 我一個人六 七千塊 然後我一個禮拜 大概會去兩 三次 因為那時候真的失戀很痛苦 有一次他就特調了一杯給我 我一喝 他說這一杯很符合 你現在的心境 我說 瑪莉歐 這個沒有味道 這白開水吧 他說 他裡面沒有放酒吧 對 他說 那你現在有 你現在 就多虧瑪莉歐那時候 還跟我開玩笑 那我就一樣 就是花了一些錢給他 但是我是覺得 那時候 我差不多去那邊 連續去了三個月 我還會找一些朋友去 或幹嘛的 我這樣整個 大概花了二十幾萬 他那個音樂園 他那個 大概有一個柱子 是我貢獻的 柱子 真的 花了很多錢 那還在嗎 音樂園 音樂園後來就是 那最大消費者是你 真的 那二十萬有 治癒了你的失戀嗎 其實 完全沒有 只治癒了我的 這個 算是讓我 錢又 等於說是賠了富人又責兵 所以這個 就是撇了二十幾萬 在那邊 OK 對啊 也是腦剝弱 腦剝弱 悟性說喝酒可以治療失戀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他寂寞 所以他就 其實喝的 就是不是酒 對 其實喝酒交手更醜 抽刀斷水 水更流 對 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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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在路上 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時候真的發傳單 有時候好心幹嘛的話 其實也很麻煩 但是有時候會貪小便宜 有時候那個面子的 我就會拿 對 因為其他不拿 那有一次我也是 剛從我姐家下來的時候 剛好看到我們家前面有一個 新開的一個SPA館 保養的 就有一個正妹在發傳 SPA 發傳單 來了 然後 重點是我一看到 我想說免錢的 那一 兩千塊起跳吧 對 我想說 他說 我們平常保養一次 大概要兩 三千塊 今天我們就是因為 週年慶或幹嘛就 免費保養 看到這個 限定 針對男生只要是保養 絕對都不是 單純的 你真的厲害 看小時候有選到 你幫他來 真的是 幫他來 我就是 一時就是覺得 不用錢 貪小便宜 就進去了 其實整個感覺 很舒服 然後其實那個 因為本身發傳單的那個人 就長得很正 他本身穿的衣服也是滿性感的 就是他有點 一般有點 有點算是低胸的 威逼 然後幫你擠 他說 他就說我的粉刺很多 就開始幫我擠粉刺 對 在路上嗎 沒有在路上 去他的店了 你進去了 你進去了 你去了 威逸 去保養了 穿那邊 那個在公園漫民的 才會在外面 他臉要白白的那種 對啊 當然是在裡面很舒服的 開始剪 已經放音樂了 對 已經放音樂了 然後開始擠 跟Melody的很像了 開始推銷了 有紙內褲嗎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換紙內褲 開始在擠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粉刺 你這一次沒辦法 全部擠完 要分好幾次 要買課程 你才有辦法根治 否則你的粉刺會一直漲 我說課程多少錢 他說 5萬 還有一些保養品 加在裡面 就是你 弄完之後你要塗 防曬的或什麼的 保養的 加一加差不多要6萬 我就想 天啊 但是擠完之後是真的看了 他會給你看 很療癒 很療癒 他會給你看 所有擠出來的粉刺 黑頭什麼 讓你看說 這真的是有用的 然後想說 真的好像是 只會貪圖一次免錢 但是後面他這樣講 你會真的就是 花更多 立刻就刷下去了 一路講就講到6萬了對不對 對 他最後還有絕招 然後再給你加40萬 不同件事 他現在還教我粉刺的英文 粉刺的英文你不會說了吧 粉刺怎麼說 粉刺的英文 粉刺的英文就是 白頭啊 不 不 不 那是什麼 是什麼 什麼東西啊 Dinosaur 以為可以學一個 對 Powder Sting 真的假的啦 這是什麼 真的嗎 我跟你講 Powder Sting 重點是 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看到後面一整排的男生在排隊 準備要來做了 你說知道可見這個東西 它這是一個形式 你後來花6萬了嗎 6萬我花了 真的啊 真的花了 你有回去嗎 你有用完嗎 我有去做到 3 3到4次 他沒有去做到 6萬 可以做6萬 對 因為後來真的是 其實你會覺得還好 其實真的還好 而且他擠粉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專業很痛 對 擠完之後 其實我現在還有一些坑巴在我的臉上 他用那個東西給你挖一下 挖一下的那一種 對 不是那樣的專業 所以他們的模式都是一致的 你說他是不是另外一個 在公園 推銷西裝的 對 類似 因為他一定會一個要引 他一定是一個正妹 他可能1 3 5 推銷西裝 2 4 6 去記錄 是 對 2 6 6 教英文 反正 這就是美女經濟 只要他一現身 我跟你講 賣大便你都買 小鐘哥聽說你被推銷去健身 對 這個我是 這是要感謝被推銷的 是你去運動還是 他們叫你當健身員 是劉根宏推薦我去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秀比都華 因為劉根宏的身材是最好 他粉絲最多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主持節目 常常去的時候 我們去學校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那個小鐘怎麼沒有來 因為我那時候胖胖 結果就站在老師的旁邊 真的真的就很不起眼 然後根宏就說你不行 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團體的話要整個 大家要帥起來 你太胖 你要瘦身 他就帶我去健身房 叫我入會 他說你來這邊健身的話 我跟你講 第一個 教練的錢你就省了 因為我一去的時候 因為我東西器材都不會用 我一開始 他說你就先從 槓鈴 我就從槓鈴開始練習 我槓鈴整個姿勢都不對 好 他就走過來很帥 真的 好想看槓鈴老師 做的這些動作 你看這我做就對了 真的 我說是 槓鈴老師 真的 我就跟著槓鈴老師練了 後來他媽媽來了 他媽媽自我介紹 我是槓鈴 因為他是槓鈴老師的媽媽 媽媽 對 劉哥的媽媽 對 很煩耶 幹嘛 你和我講完 真的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槓鈴老師 很煩耶 因為槓鈴你沒弄好的話 因為很多人 槓鈴沒弄好的話 就整個腰又受傷 真的原來 有一次跟你一起 因為劉更宏很會做生意 劉更宏推銷到神 你知道嗎 是 以前那個棒球選手 黃甘霖 黃甘霖 甘霖老師 甘霖老師 黃甘霖一進來 甘霖老師來 甘霖 來來找甘霖老師 真的有個槓鈴的品牌 叫槓鈴教授 對 槓鈴教授 真的是 這不是我沒有什麼隱喻 什麼 槓鈴老師 真的要找隊人 因為我就是那時候練了 很多基本的動作 譬如說要很多深蹲的動作 或者是很多起腰的動作 手背的動作 所以要找隊好的甘霖老師的話 會讓你上天堂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認真的運動 其實我還 就是後來 更宏又找了很多藝人一起來 我想說更宏為什麼要找那麼多人 沒有 因為太多人在學甘霖的時候 對 後來才知道 劉更宏只要找六個人來參加的話 他就可以有 所以 我只能說 甘霖老師 就是 我先 你才會做生意 你才會做生意 真的 那時候 但是我很感謝他的一點就是 因為他讓我現在的運動 有持續下去 雖然花了六萬多塊 但我覺得這個錢花得值得 值得 那還好 我現在也很成功了 不得了 算是有幫助你 他跟杰倫一樣 都感謝他媽媽 我一次看他好耿性 在拍影片 向他媽媽致敬 謝謝你 向你智商最高的敬意 對 要不然 劉更多也沒今天 很煩 很煩但好好笑 很煩 買東西 一定會遇到推銷原則 我們自己要懂得做判斷 不要虧太多錢 可是有的時候被騙眼前 也沒辦法 對 再聰明的人都會被騙眼前 男生有時候真的 不覺得失虧 因為就是 男人就是很單純 對 有時候 雖然產品不怎麼樣 可是我們當作 幫助失學少女 對 也是功德一見這樣子 是 功德圓滿 對 要花錢 要懂得投資理財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有空去找甘霖老師 健身 甘霖老師 甘霖老師